好的,大家好,这边是中文投资网分析师Jackson,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美股本周的一个行情,那么在本周是一个比较跌宕起伏的一周,延续了上周的一些大级别的一些波幅,一些波动,那么我还记得我们上周五是一根翻转的大阳线,直接冲高,但是我们连跌了四天, 对吧,随机而来就是四联赢,那到中午的这一天呢也是冲高回落,然后尾盘再度反弹,那么目前的一个状态在纳指上呢也是做了一个小小的high low,也就是说一个次级的一个低点,那么底部呢是稍有抬升,那么今天也是给到了非农数据上的一个超预期,但是呢我们似乎暂时没有看到说美联储这个12月, FWMC75个基点的一个加息的预期被推高,所以呢我们市场呢在配合美元今天的一个跌幅下,然后我们的国债呢也有小幅度的一个反弹的情况下呢,最终还是涨回来了,不过呢目前也不能说我们的大盘呢在这个地方在 又接近了前低10500附近啊,我们的纳指这个地方相差了300多个点的 这个地方呢又开始见底走出第二浪的一个反弹行情 因为呢这其实也就是300300个点左右,我们就可以看到新低了,所以呢在底部的一个震荡也是比较危险的 那下周回来呢我们马上要迎接的就是咱们的这个中期选举 那通常历史数据说明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中期选举呢通常会表现的比较的呃平缓,我们的这个市场呢也是向好的,但是今年是比较特殊的一年,所以就还是得啊 奠记一下这方面的一个风险,说不定我们就这个大盘就不按套路出牌了 那么整体情况看下来的话,其他方面因为美元的今天的暴跌啊,然后我们的商品市场是集体上行啊,包括一些非美货币呢也是大幅度的反弹,这是一个比较历史性的一个跌幅了 然后比特币涨了4%,原油4%,然后我们的这个天然气啊,铜啊,白银啊,反正商品市场里面基本上就是欢呼一片啊,毕竟所有的商品市的商品呢基本上都是以美元的一个计价 那么美元呢也迟迟没有突破之前114,113的这种高点,甚至我们连续两周美元去做的一些行情呢都是去走一个low high的啊 基本上在114见顶的以后呢,在113也收出了一个啊,双顶的一个形态,然后直到今天呢,美元是终于在连续的反弹以后一根大阴线啊,是把之前的所有反弹全部给啊回落掉了 所以可能我们在迎来这个啊,12月份啊,包括圣诞节啊,包括感恩节啊,这些行情的时候,市场呢可能会有一个年末的一个啊,比较乐观的一个表现吧 纵观一下这个A股啊,港股啊,包括欧股啊,都表现的比较良好 所以也希望这边是一个反弹的一个开始,可以延续到咱们的年末啊,虽然很多的财报在第四季度的预期也不怎么样,但那也是明年的事情了 那我们今年的任务就是守住啊,上个月跌出来的这个大底,基本上就可以了,那么标普呢也在3700点至3800点之间横盘很久了啊,那希望今年能看到在这个年末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这个交易日其实也不算很多啊,虽然有两个月的时间,但实际上也就一个半月了,算上两个假期,对吧,所以呢我们标普也完全是没有必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跌破这个底部,以一个比较难看的一个跌幅去给2022年画上一个句号,那么希望大盘在接下来能给到大家不错的一个回报 好不好,那咱们的这个节目呢就先讲那么多啊,欢迎大家来咱们的这个啊,客户群里面啊,会分享更多的一些资讯啊,那咱们的这个电话是8009588561啊 微信是ChineseFM2022啊,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啊,我们下周同期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